历史上三大阳谋,明明知道是个陷阱,却无力反击,千年来无人能破。阴谋阳谋,明说暗夺。这句出现在歌曲《曹操李》的歌词,将三国时期的暗流涌动的政治局势表现得淋漓尽致。 阴谋虽阴,但却并不是毫无破解之法,所谓兵来将党,水来土掩,只要有聪明才智,定能破解他人设下的阴谋。 而阳谋者,却不是有聪明才智就能破解出的,因为能给别人设下阳谋陷阱的人,才是当时社会中最聪明的存在。 所谓阳谋,就是当着你的面为你设下陷阱。 而深入其中的人,往往是被人卖了,还在帮别人数钱。 历史上曾有三大阳谋,至今无人能破,到底是什么样的困局能将人迷的团团转呢? 大家好,这里是纵观史书,带大家了解不一样的历史。 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重回历史,回到由这三大阳谋带来的困局里,想象一下, 如果你身处其中,是否利用自己的一双慧眼,识别其中的蹊跷。 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大阳谋,就产生于西汉时期,当时由于刘邦初上位,根基不稳,因此实行了郡国并行制。 虽然这从一定程度上让他巩固了政权,但是也为皇朝的统治埋下了许多隐患。 于是后来的汉朝历代帝王都致力于薛藩,想要减弱各个诸侯国的权力,让政权保持统一。 但是当时的诸侯国已经发展壮大,他们肯定不甘心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势, 这也就导致了汉朝历史上爆发了多次诸侯叛乱,以此来表达他们对于当朝者的不满,一直到了汉武帝时期。 因为当时的汉朝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鼎盛的时期,皇帝羽翼建峰,于是削减各诸侯国的势力,又被重新提上了议程。 在当时的大小诸侯国都提倡的是力敌力长,也就是说各个诸侯的权力以及资产都要由敌长子来继承,其他的子孙根本没有权力去争强, 这就让一些才能比较出众的诸侯子弟内心相当不满。 于是汉武帝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实行了推恩令。 这样一来,所有的诸侯子弟都有了继承资产的权力,而诸侯国的资产也被分成了很多份,权势不在集中, 让皇朝统治者更容易收回推恩令的实行,让各个大小诸侯的子孙们都非常欢喜。 对于当时的汉武帝也充满感激,而诸侯们也没有了反对的理由。 所以这也是一项光明正大的阳谋。 阳谋之二,唯卫旧照。 唯卫旧照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听说过,作为由真实案例演变来的成语, 它通常用来表示通过声东击西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战术。 历史上的唯卫旧照发生在桂陵之战中,主人公是孙并和彭娟两大将领,桂陵之战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截击战。 其实,这场战役的过程并没有其他战役那么复杂, 它最核心的战略其实只是利用了以一个让敌国意料之外的计策。 在战火纷纷的战国时期,吞并小国扩展领土是不会受到道义上的指责的, 被吞并的小国永远地消失在了历史中, 而战胜的国家其实也只是短暂地在存在一段时间而已。 这不,魏王正想着通过夺回被赵国吞并的中山小国来壮大自己的领土, 但负责执行这个任务的庞娟却有其他的想法。 庞娟想的是,小小中山国不足挂齿, 而如果能一举拿下靠近中山国的赵国国都,不是更加有意义吗? 庞娟的军队来势汹汹,没有做好迎战准备的赵国, 无疑就是案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 就在这时,赵国国军突然想到了求助齐国, 当然,没有利益交换的求助不会得到回应, 赵国答应给齐国的报酬,就是将以前占领下的中山国送给齐国。 在和精锐部队的正面对抗可能造成的损失相比, 中山国的报酬不过是迎头小利, 既然齐国将领知道援助赵国可能会迎来一场恶战,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接下这个苦差事呢? 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出色的军事家之一, 孙斌自然有自己的独到的应对策略。 他知道,向赵国国都进军的卫国军队, 必定是庞娟精挑细选出来的精锐部队。 与其与他们死磕到底, 不如采用声东击西的方法, 不费吹灰之力地瓦解他们的力量。 在庞娟率兵轰轰烈烈地前往赵国国都的时候, 孙斌也悄悄地带兵赶往了卫国, 等到庞娟即将抵达赵国时, 孙斌放出了齐国军队已经兵临卫国城下的消息。 得知这消息的庞娟慌不择路地又带兵回到了回卫国的路上。 庞娟心里清楚, 卫国的精锐力量都在自己现在的队伍, 如今的卫国基本上拿不出反抗齐国入侵的军队。 预料到庞娟一定会选择放弃赵国。 回到卫国, 孙斌在庞娟回卫的道路上布下了重重陷阱, 很显然, 一心想着回国的庞娟毫无意外地陷入了陷阱之中, 唯卫救赵的计谋也由此宣告成功。 除了桂林之战外, 马林之战也是由庞娟与孙斌参与的一场精彩战役。 在这场战役中, 孙斌利用增兵减造的军事战略, 再次战胜了庞娟带领的卫国军队。 其实, 卫国与齐国的战争, 不仅仅代表着两国利益的纠纷, 还代表着孙斌与庞娟的个人恩怨。 另外, 孙斌对庞娟的仇恨并不只是死生不复相见的那种厌恶。 孙斌想要的, 一定是置庞娟于死地。 作为昔日的同窗好友, 孙斌曾抱着一腔热血来投靠庞娟, 但谁知庞娟却因极度孙斌的才能, 而将他囚禁在了监狱之中。 在经历了病行与在脸上被刺青之后, 孙斌凭着最后的求生欲, 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 逃离魏国来到了齐国。 庞娟是孙斌最大的仇人, 所以和庞娟的战斗, 孙斌一定不会输,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这一天, 孙斌等了太久太久。 所谓杀人诛心, 孙斌并没有直接了当地用武器要了庞娟的命, 相反。 在庞娟真正的死亡到来前, 孙斌还用心理战让庞娟感到了由内而外的恐惧。 原来, 孙斌在马陵道上一棵显眼的大树上刻下了庞娟死于此树。 要知道, 古人都是非常相信神谕的, 在看到庞娟死于此树后, 庞娟已经被吓破了胆, 而后的死于齐国渐渐下,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经历这两次战役后, 魏国也至此, 失去了战国七雄中的强国地位。 唯卫旧照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声东击西, 与其直面最具有挑战性的, 不如攻击敌人最薄弱的地方。 既然敌人已经把最弱小的地方展示出来了, 不在此处入手, 倒显得是对手不够聪明了。 明明知道这是阳谋, 而局中人却不得不跟随社局者的安排步入陷阱, 这恐怕就是阳谋的厉害之处吧。 最后一则计谋, 二逃杀三世。 这是一个发生在春秋时期的阳谋, 对于很多人而言, 或许也并不陌生, 堪称最早的阳谋典范, 事件背景发生在春秋时的齐国, 当时齐景公的手下有三个能人, 公孙杰, 田开江, 古爷子。 他们三个都十分勇猛, 为齐国立下了不少功绩。 可是自古以来功绩太高, 都是会遭到君王忌惮的。 但这三个勇士都十分单纯, 考虑不到君主心里的那些小九九也就罢了, 偏偏他们三个之间还互相赏识。 一来二去间, 三个人干脆结了意, 表示未来要同生共死, 荣辱与共。 这些瞬间处着君王的逆临了, 一个就已经很头疼了, 这下三个人还凝成了一股绳, 对自己君王统治的威胁不是更大, 于是齐景公就想办法要除掉这三个人。 这时, 刻本里那位石楚的燕子, 燕英就站出来了。 作为奇相的他, 主动提出了一个计策来为君主解难, 那就是利用这三个勇士单纯的特点以及三人之间的情谊给他们制造冲突。 齐景公果然采纳了燕子的建议, 他派人送了两个桃子给这三人, 并不说明到底是给谁的, 而只说这两个桃子是赏赐给两位最为勇猛的勇士的。 两个桃子三个人分, 对于单纯的三人来说自然是不够分的, 而且性格单纯的他们不会去想, 君主为什么只送两个桃子, 而只是纠结于到底谁配拿这个桃子。 按理说, 这三个人都勇猛无比, 对齐国做出了突出贡献, 都应该得到嘉奖才对, 可是目前非要选出两个来, 他们便开始主动算起彼此之间创下的功绩来。 但是经过合计, 三个人各有各的功绩, 公孙街赤手空拳杀过野猪, 打死过老虎, 可谓勇猛过人, 当即拿了一个桃子, 田开江也说自己曾入万军之中斩江沙敌永贯三军, 也拿了一个桃子。 没有桃子, 可拿的古野子就感觉自己遭到了羞辱, 觉得自己的实力没有得到认可, 当即表示自己曾只身深入大河逆流而上, 杀死了一只威胁君主过河的大员。 救驾有功, 可这样的功绩居然分不到桃子, 瞬间拔剑而起。 公孙街, 田开江立刻表示, 自己的实力确实不如古野子, 拿了不该拿的桃子, 羞愧难当, 纷纷返还桃子, 同时又觉得自己无颜面对他人, 随后自吻而死。 古野子瞬间觉得兄弟都是因为自己而死, 如果自己独活对不起兄弟情义, 也跟着自吻而死。 就这样, 燕子用两个桃子取了三个勇士的姓名, 令人叹息。 其实, 纵观历史上的这三则阳谋, 他们其实都是充分利用了人性里的一些缺点, 二桃杀三世利用了武将的单纯与对实力的看重, 唯未救赵利用了旁娟只顾眼前利益。 没能平衡好后方局势贸然前进, 最终将自己陷入死局, 推恩令则利用了人们对利益的追求。 虽然说这些阳谋, 其实也都有自己阴险毒辣的一面, 但这也从侧面告诉了我们, 击败我们的往往是我们自己的那些弱点, 也希望我们正视自己的那些弱点, 在一些关键时刻多审视弱点可能带来的影响, 避免做错选择。 感谢您的观看